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林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这几年如果你有到云林去的话 你会听到花喜烘焙方 烘焙方其实是花花老师这几年一直不断地累积自己的艺术条件 结合于您在地的很多的农特产品之后 呈现出来跟消费者或者是做人文关怀 跟地方创生一个很特别的连结 其实我的专业其实是花艺设计 就是我做华典的部分 然后做花艺教学 但是为什么会做到食农的这个部分呢 你会看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每一个几乎都跟花有关系 对 所以在我从台北搬到云林以后呢 我发现就是说 尽管我的花擦得怎么漂亮 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的内在一直觉得很空洞 好像只有外在的美丽 然后内在吃的东西 然后我内在的感觉 其实有很多的感受 跟我的外在的花是很不一样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云林 因为云林它是一个很大的农业县市 等于是台湾的大古藏 那很多友善的小农 一直在我们云林在地做努力 但是因为他们的土地呢 非常的友善 然后可能产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的玫瑰花 我们的洛神 还有我们这个广东柠檬 它可能是很好的东西 但是因为友善的土地 它没有办法很多量 很大的量供应主流市场 那我发现到这一块 我就一直在想说 那我这一个这些农夫种的东西 我要怎么去做 怎么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看影片 云林斗六市有间老宅 改建而成的青石餐厅 进到屋内能感受到 浓厚的艺术氛围 随处可见花艺作品作为点缀 搭配精美的甜点 展现艺术与烘焙完美交织 来到这步调仿佛都慢了下来 远离城销享受当下 老板娘林秀玲原本是位花艺老师 七年前因缘际会下参加一场食农教育活动 便有了将花艺融入烘焙的想法 在与朋友合作之下 投入地产地销的概念 结合在地小农友善耕作的农产 让甜点不只能新鲜吃 更吃得到健康 在烘焙食品上我们要求里面有美学 然后也有很有善的一些食材 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从里到外 都是就是在述说我们对土地的这个尊重 科班出身的林秀玲 从学徒慢慢做起 因为少了家里的支持 背后的辛苦不言而喻 目前从事花艺工作已经三十多年 现在除了经营甜点店 也维持老本行 每个月都会开办插花课程 近年更持续精进自我 学习圆艺治疗 希望从视觉到味觉 透过花艺之美疗愈人心 随着我们做食农的交流 然后做艺术的交流 我们就是会内化自己内在的感觉 然后再去创作 我觉得那个食物跟艺术它会活起来 它不是一个很表面的漂亮的东西 它是内化过以后 我觉得这样的力量会比较强 店里也结合了展演空间 展示不同领域艺术家的作品 让来访的客人在美丽舒适的环境用餐 也能体验艺术生活的美好 我刚刚有跟艺腾老师在讨论 就是你看花花老师他本身 这么会做花艺 交了花艺那么多年 今天整场几乎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花花老师事情帮我布置的 是 没错 我们都是受惠者 没错没错 其实从我老师这样说法 跟他的做法当中看得出 他对艺术有很多的 不能讲坚持 那是一种爱好 没有没有他不顾着 他那种爱他就是 我觉得我的美学就是要呈现给大家 所以待会我真的我好期待 我想要尝试花艺烘焙房里面不同的 包括今天有面包对不对 今天有那个洛神 就是我们把它取成女神派 洛神派 女神派 对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的烘焙 对 刚刚你跟我说开始吃的 我待会一定会马上吃 但是也要介绍这位好朋友 好哦 今天我觉得我很幸福的地方是 又可以喝咖啡又可以吃甜点 重点是益藤兄 应该是在台湾非常少见 他已经第三代的咖啡农了 他的阿公的时代 当时应该是日据时代 没错没错 他的阿公时代就已经在云林古坑种咖啡 然后好像说你们的亲戚跟早期 日本时代的这些咖啡产业都非常有关联 没错没错 对 所以今天益藤兄呢 他要告诉大家包括咖啡的历史 包括咖啡的品种 人家台湾通通都有 没错 所以看影片 日本人进到台湾之后 他就发现台湾的地理环境位置 是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后来找了三个地方 一个地方在花莲的瑞穗跟武鹤 另外一个地方在南投的惠顺林场 那第三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谷坑的荷包山 谷坑拥有那样可以种出好咖啡的条件 就是日夜温差很大 比较有趣就是看到海拔落差那么大 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风味 再加上咖啡有很多不同的制成 真的有可能千变万化 古坑涵盖的面积非常的大 从荷包山到华山到了草岭 都有它独特的景色 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没有人把咖啡种在这么高的高山 我是台湾第一个 早期听长辈说荷包山有种过咖啡 我就爬到最高山去找果实 就用手工把里面的种子挤出来 咖啡要炒过 在炒的过程味道一直变化 到后来真的闻到咖啡香 就很肯定说它这个才是咖啡 做咖啡就是跟人生一样 有无限的可能 过去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 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所谓的台湾咖啡 就是在这一座岛上 所种植出来的咖啡 就有我们地域性的风味跟口感 产剧风味再加上一个 叫做烘焙的风味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之后 就会等于我的咖啡味 刚才这段历史当中 我看到好多老照片 所以我对益腾兄是非常非常的尊敬 谢谢您让台湾的咖啡继续的能够在台湾飘香 而且能够征服全世界 刚刚益腾兄跟我讲说那些历史 他可以简单再稍微补充一点点 然后他告诉大家原来台湾 我们种的咖啡的品种是你洗凯什么地方要的品种 台湾其实都有 是 而且包括从种 包括烘焙 我们的股权咖啡已经全部一条龙到位 没错 没错 其实我们像我本身是第三代咖啡农 那我们当时也在思考说 我们当一个咖啡农 我们只是咖啡农吗 还是说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个阶段 那你看刚刚有谈到一段历史 比如说全世界的咖啡 它是在非洲伊索比亚发现的这个咖啡 那全世界它适合种植咖啡的地带 是在北回归线25度 到南回归线25度 这个是目前全世界适合种植咖啡的地带 那在这个地带里面 台湾有在里面吗 有啊 有啊 OK好 那因为台湾所以它适合种咖啡吗 所以台湾它本身是适合种咖啡 但是台湾咖啡怎么来的 谁引进来的 我们就是可以追溯到1884年 由英国商人从国外引进了咖啡 种在台湾的一个 它叫三角涌 知道三角涌在哪里吗 新北 三角涌这是台北的现在的三峡 对三峡英格那一代 所以台湾最早有文献记录是在1884年 但是到了1895年到1945年 这50年当中因为交友战争 所以日本人进到台湾 他进到台湾之后 他发现了台湾的地理环境位置 非常的适合种咖啡 所以他们在整个全台湾实验种植咖啡 后来他找了三个地方 一个在花莲的瑞穗跟午贺 一个在南投的惠顺林场 第三个地方就是我们云林骨坑的荷包山 我的印象当中骨坑跟普里的咖啡 在台湾知名度比较高 尤其以你们骨坑为主 没错 因为你们第三代中到现在 而且你一直不断在推广 是 所以其实咖啡到现在 到今天为止 我们保守估计云林骨坑的荷包山 至少还有数万棵的咖啡树 数万棵 现在整个全台湾 你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所以你看像这些包瓜果实 叶子品种的不一样 全部来自于你的家乡 没错 是 因为这个早期 比如说日本人在1945年 他们就离开 离开了之后 一直到了1958年的时候 嘉义有一个农事所 一个庆国朱先生 他还有代表我们台湾 去到国外去学习咖啡 去把国外的咖啡品种引进来 台湾种在我们的云林骨坑的荷包山 所以这座荷包山才会是 现在这么多的宝库 这座山里面都有 你的阿公在那个时候就种咖啡 现在可以让大家喝咖啡 可是在我们阿公那个年代 不是每个人都喝得到咖啡 喝得起咖啡 没错 真的 所以当时的这些咖啡 就是我们斗六有一个咖啡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所生产出来的 这些咖啡是卖给谁 卖到了我们台北的西门町 有一个叫做南美咖啡 台北天后宫的鞋对面 对他所以在台北就有专门在喝咖啡 但是当时的这些咖啡它在云林 它其实是不容易卖的 因为听说我们云林的那个阳春面 一大碗的阳春面 一碗要那个三块钱 那在台北卖的咖啡一杯是五块钱 几乎两倍 没错 那个feel不一样 一个吃粗饭的 是是是 一个喝起来的 是 喝高充的 对 因为我是那个隔壁的 那个身价不一样 当时早期是这样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 你看有这段历史 那我们又文化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呈现的是说 我们在这个庄园里面 我们有大概将近六公顷 那我目前种了将近三千克的咖啡树 全世界的咖啡 比如说有三大品种 有阿拉比卡 这个吗 这个吗 这是阿拉比卡 这个是阿拉比卡 这个是阿拉比卡 那阿拉比卡底下 你看到这一个 哎呀 对对对 这一个 那是红的 有 你看哦 一样是咖啡 对 有没有 这个是阿拉比卡的铁壁卡 这个是阿拉比卡的坡旁 对 一样是咖啡 但是它的味道会不太一样 OK 所以 这个是阿拉比卡 味道不一样 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 不用咬碎 你可以吃到咖啡在 是什么 是不是甜的 它像水果一样 当然啊 我们咖啡是一种水果 佛华老师来 嫁姐 我吗 老师 他有跟我们合作 我们佛华老师 这样会影响形象 不要 所以品种来讲 包括这是阿拉比卡 对 台湾有 然后再来呢 那再来像这个部分 就是罗布斯塔 罗布斯塔 你看 阿拉比卡 它本身 它的花是 制花瘦粉 所以它的香气 就没有那么足 那我们现在这个 叫做罗布斯塔 它是 异花瘦粉 所以它的花 就特别的香 慢慢慢慢的 我们看 有没有 超级无敌香的 那个花 有点像柿子花的味道 没错 而且它比一般我们那种橘子的花 更清香 更淡 没错 就是很淡雅的味道 跟你的人一样 再说我吗 跟你的人一样 继续 这个是它的种子 这个是 你看 这是罗布斯塔 那罗布斯塔 它的种子就长得不太一样 那原则上这个品种台湾种的比较少 因为它本身的咖啡因是比较偏高的 那一般他们是种在越南 那种在越南他们是拿来做吉隆咖啡 对没错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这个品种叫做赖比瑞亚 赖比瑞亚它的素质可以达到12米高 那大部分种的地方是在马来西亚 拿来做白咖啡 这两个咖啡的咖啡因都比 我们的阿拉比卡偏高 而且阿拉比卡就我知道是台湾种植的品种 几乎占9成以上 没错 99%原则上都是种阿拉比卡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喝咖啡因不要那么高 对 而且纯台湾品种的话 就是喝台湾自产的阿拉比卡的品种的咖啡 没错 如果你喜欢喝那种调和式的什么集合包的 你可能就要就是喝越南或新加坡那种咖啡 是是是 品种不一样 它经过调制过 对对 所以我们台湾咖啡原则上就比较适合来做一个 所谓的那个黑咖啡精品咖啡 所以我们在这个庄园这个农场里面 我们后来就发展出了一套方法 就是我如何从一颗种子 就是我们从这一颗的种子 我怎么变成一杯咖啡 真的很好吃 其实我们一直把它当一种水果在照顾它 它刚刚说什么你知道吗 可以喝咖啡了吗 那我们就冲咖啡开始烘了 没问题 交给你一堂兄 好 我们可以从 他烘咖啡 我从烘焙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来 任你摆布 那我摆布吗 那你要沾过来这边 OK 我发现花花老师真的有一个特色 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做花衣的人应该很 就是你知道那种像仙女一样 他就是故意要冲突 让你对他印象深刻 我说实话 这样一个样子的花衣老师 你不是对他印象很深刻 内在很冲突 内在跟外在冲突 代表你广度够广 这样吗 而且你他愿意结合很多在地的食材 推动很多的 吃的疗愈 甚至我知道你做很多人文关怀 对啊 其实一开始就是花衣师嘛 你就是只是插谎 那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又做了食农 然后为什么又做了 人文关怀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 你已经做到 可能20年30年的时间 那他其实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对啊 像我们 你看我这次带上来的食物啊 你看这个是麦寮的 你知道麦寮有种小麦吗 慧产姐他们家的小麦啊 对就是 月光下是不是 对月光下 对月光下 这个小麦 它这个小麦粒就是 慧产他把它做成这样子 台湾自种的小麦 对 云林麦寮其实就是 种小麦的地方早期 所以你看 我们花洗烘焙房 就把它做成小麦粒吐司 小麦粒吐司 你等一下可以吃看看 然后你知道石壁就是1300公尺海拔 这个断木香菇 云松的断木香菇 它就是里面有一点点老姜 然后把那个香菇炒 就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那个断木香菇的面包 味道风味特别的突出 有没有 香菇香特别的突出 我是你两位来宾 我现在吃那个断木香菇的面包 对 我闻到好浓好冬 烘焙咖啡的味道 谢谢宜腾兄 对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内容 都是你们必须走到原产地 才能够体验的 真的 今天谢谢你们特别摆忙当中 从云林来到我们的摄影棚 让我们这些城市相巴勞 能够体验一下 到你那里去玩有多么的开心 那我要介绍我的伙伴 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小农的 云林它有20个乡镇 那你如果说 云林是台湾的大股仓的话 花喜烘焙坊就是云林的大饭堂 就是很像餐厅一样 你结合了所有在地的食材 云林有20祥镇嘛 所以你看这里有麦寮的月光下友善农场 水林小黑农 然后呢大皮酸菜的酸菜爷爷 他有那个友善酸菜 然后云藤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友善养风场 那我们有拿来做饮料 原来云藤是咖啡专业跟养风专业 对你可以到他的农场去 还带你去养 那不就云林谷跟很多都算都是他们家的 看过去这样 对啊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端木香菇 但是你会看到今天陈列的这些食物啊 它的有一些瓷器 因为我们花喜烘焙坊里面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讲三样工作 就是最主要的里面就是有食农的部分 那还有艺术的部分 食农就会结合在地的食材 告诉大家它来自于哪里 怎么吃会对身体最好 它就会展现 然后艺术的部分 我们还有在地的陶艺家杨明洲老师 还有那个插画家张政府老师 所以你包括这些陶艺 也都是结合在地的专家做的 你看到那幅画有没有 那个是采花生 采花生 你去看 对采花生 那这个政府老师他们家是在土库 所以我们有用土库顺程的花生酱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是一个花生吗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活动 所以那个政府老师就把这个活动 把它画下来 所以第三个就是 譬如说我们在做食农的部分 我们会到在地去关怀社区的 譬如说我叫社区的阿公阿嬷插花 或者说我到一些关怀团体 譬如说法谷山 它有一些照护者的关怀团体 我去叫插花 那带食物给他们吃 然后叫他们插花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是 对他们付出 其实他们的回馈我们也很感动 的确其实在做很多人文关怀跟做公益的时候 真正受惠的是自己 真的 你会发现到我们付出我们的关怀 他们其实真的需要我们提供这样的能量给他们 可能回馈给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更加饱满 因为他们就会告诉我说 花老师我以为我不会插花 他们就想说我以为我不会插花 可是我可能第一年第二年每年去两次 然后叫他们插花 带东西给他们吃 他们发现说原来我自己是对艺术有感的 对 这个是玫瑰花酱 当我很好奇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说 我想要让你闻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就是广东柠檬 你闻一下 你甚至可以尝一下 很酸还是 不酸 真的 它其实是很酸 不酸啊 有一些柠檬的酸会让你说它很不舒服 它不会 它就是你看这个广东柠檬它因为它是有机的 然后所以我们农夫几乎都是有机认真跟友善 那它其实它外表或许没有很漂亮 但是你看它做起来的达克瓦汁或是做起来的派或面包 它可以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这是柠檬 它不是柠檬 它是柠檬 对 台湾自己种的吗 台湾的台湾的 这是古坑马园有机村的 我想我形容一下 你说的广东柠檬它其实就是柠檬跟柠檬汁合在起来的那个味道 是吗 不是 不是 它是柠檬类的架汁 你说味道 对 我喝起来就是柠檬汁加柠檬汁合起来的那个味道 它其实是要它的那个香气 就是它非常香 它很香 你真的很不怕酸 它比柠檬还香 它比柠檬还香 可是味道没有像柠檬那么的酸 煎 它是温润的酸 我们把它榨汁 然后那个皮拿来做我们店里的清洁剂 那个其实我有之前有来宾也跟我说 就是精油非常 那样的清洁剂很环保 而且去物力很强 对 而且味道很香 然后汁就拿来做鲜果汁 对 太棒了 一腾熊我们要喝咖啡了吗 我想说我都准备好了 来吧我们就冲泡吧 我刚刚从一颗种子 我把它变成了刚刚现场烘的一个豆子 这是我们刚刚现场烘的 今天摄影棚整个都是咖啡香 刚刚烘的 对 那烘完之后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冲 请开始 我想说要让你冲 我 对啊 我们已经把最困难的 你的工作来了 你的工作来了 我今天这两位来宾 可以吗 那我怎么冲 我们现在就是 原则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 我刚刚来可以闻一下它的干香气 好香哦 这是咖啡都一辈子里面最香的时间 就在这个地方 现烘我们现磨出来的 对 干香气 咖啡的 它有一种佛跳墙的味道 佛手干 对 没错 我刚刚刚讲 就是那种很多的食材都在里面的香味都有 它非常非常的丰富 没错 我说那个佛跳墙是贵年年在那个佛跳墙 真的 你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倒 倒进去 来 我们全部把它倒进去 我现在就是变成七岁的小朋友 那你不要叫我做食农教育 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中原里面也是从一颗种子 我怎么变成你们要喝的一杯咖啡 来 那现在啊 我们就直接冲 水柱小一点点 慢慢的 慢慢的水柱小一点点 要不要螺旋之类的 要稍微我们在它上面再滴一点点 滴一点 再滴 对慢慢的 我们现在的水 我们大概是把所有的粉都盖过去 盖过去之后呢 我们会休息大概约20到30秒的时间 我们让它预浸再闷蒸一下 那闷蒸完之后 我们再持续的去重煮 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萃取的一个动作 小朋友还算聪明 他说闷蒸20 30秒停一下 然后水都盖过之后 再让它再走第二次第三次 没错 像现在就是在冒泡 有没有 就是非常的新鲜 我觉得你们要去体验 如果没有体验过 你刚刚看我们这样说 你没有感受的 他刚刚益腾兄告诉我 说第一个水低一点 把所有的咖啡粉都盖过之后 让它闷蒸20秒到30秒 再走第二轮 这种口学 如果你没有自己试验过 你一辈子记不起来 是 好 所以你们推食农教会是对的 那让它去体验 是 换你来 换我吗 那会的呢 开玩笑 我们的花花老师是很强的 现在已经闷蒸第四次了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要抽了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应该要自己能够磨豆 当然 可是因为磨豆需要一些设备 而且需要一点港呼跟时间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来到这个农场 你从采咖啡豆开始 所谓的五感体验 你从采咖啡豆 我们就会教你怎么样 叫水洗 密处理跟日晒处理法 那处理之前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烘焙的 那个DIY做体验的部分 那我们还要经过去壳 抛光分机 还要人工跳豆 跳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一个烘焙的这个 动作 那烘焙完我们就现磨 现煮一碗咖啡 华老师 你果然是艺术家 他刚刚在那个倒水的时候啊 他没有像这样 这里倒那里倒 还是这样 我们有受过训练的 没错 你知道你来 所以我刚刚不好意思讲 你来云林玩 就是你可能三天三宴都玩不玩 因为不想回家 因为在我们那边会吃一餐 对不对 然后吃完餐再骗去 益藤那边喝咖啡 然后喝完咖啡再去别的地方 然后去山上走走 所以我们在接那个游览课的时候啊 他说他要来两天 我说那你不要来 玩不玩 他说三天 我说那可能也很勉强 因为云林有三线跟韩线 其实要谢谢你们两位像这样的来宾 因为你们把在地都给 充分的呈现出来 包括你们自己的专业 包括你们愿意结合别人的 光光一个冲泡咖啡 我如果没有自己玩 我真的原来不知道说 等一下那个第二轮的时候 要这样一直到 对没错 萃取 他其实还可以在第三轮 对吧 没错 那我们要喝了 我们要喝了 可以这样可以喝了吗 可以直接喝 可以直接喝 太好了 这样没关系 那个花花老师喝一口之后 他马上就要告诉大家 他还有其他在云林在地 他如何做地方创生 我觉得花花老师 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 他把那个整个手板拿出来 有没有 那云林地方到底有哪些 跟他做合作 你都把一些伙伴呈现出来了 对 那三代咖啡 他白山 家里山就很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种很多的咖啡 像台湾的咖啡 在台湾飘香 也能够征服全世界 是 很棒 所以可以喝了吗 可以啊 你先 女士优先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怎么样 这个是刚刚烘焙的 刚刚现场烘焙的豆子 那个 真的 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机会 要喝那个现场磨过粉的 对啊 我想说随便烘一下 我想说随便冲 我发现 益藤的那个咖啡 你们种的咖啡 第一个 他没有那么高的咖啡 他现在算是中度烘焙而已 没错 是 然后呢 味道其实没有苦 可是他会回甘 对啊 这是我们在地的咖啡 台湾的咖啡 古坑的咖啡 我们家自己讲的 他那个回甘是怎样回甘 我讲给你听 他真的回甘就是 他那个回甘不是苦的 你说他很甜也没有 可是你会觉得 他就是顺口的 没错 滑顺 对 好入口 因为有一些咖啡 他可能很重 是 会让你觉得head heavy 那他的部分是轻的 重点是他后劲很厉害 他会回甘 很棒吧 很厉害 而且是现烘 现磨 现煮的 而且那个整个的能量很强 没错 就是植物豆 给我们的那个疗愈很明显 我终于知道卧生大家喜欢喝咖啡 而且喜欢喝现磨 现烘的咖啡 没错 原因在这里 杨春妹两块钱没关系 这一杯五块 愿意 可以的可以的 我回来继续继续 对 要这一面 来来来 好 这一面好 对 你刚刚吃了 你站去那一边好了 对啊 没有 我要让你冲这个 玫瑰也是来自于云林在地 这是古坑麻园有几村 那其实我做 我们店里有很棒的伙伴 就是面包师 烘焙师 那我把理念带回家 我把好的食材带回家 你知道华喜有一个 有句话叫做欢迎回家 就是希望说 每一个来到华喜的朋友呢 就想回家 阿公阿嬷应该不会加 那个添加物给你吃吧 你继续说 对不对 真的吗 很香 有机花是都可以吃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以吃 这有认证的 你吃一下 看你感觉怎么样 跟爱情一样 跟爱情一样 玫瑰花它就是 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你知道吗 它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玫瑰颈乳 这个 这个是我的化妆水 可以打开试试看吗 可以 你可以喷脸 喷 这是我的化妆水 是 因为 画花老师 可以接受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 它没有玫瑰的那种 很 很嗆 很嗆很浓的味道 因为我们常常闻到很多 国外的玫瑰金 有都很浓很嗆 品种不一样 它就是香香的 然后很温柔 有女人的玫瑰香 对 18岁 不是那种嗆 对 你讲的是对的 对啊 像我们这个38 48 58 味道就不一样 就不行了 我没有讲 就是少女的味道 对 没错 真的耶 很棒 因为要把农夫的东西 因为生鲜你其实要带到 或是说你要帮它销售 带到外地去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做成了金露 你已经 金露可以喝对不对 可以喝 但是我说这是我的化妆水 也可以喷 是 怎么样 你今天就变18 所以我们就会研发很多 帮农夫做很多酵素 康普茶 金露 还有这个茶包 这样子它的价值就一直在提升 我刚听花老师的意思是 它其实透过烘焙的方式 跟消费者连结 那也透过你 一直不断改良你的烘焙 来创造更多的商机 对 你本身也做烘焙吗 你已经那么会插花了 我跟你说 我说了一口好面包 但是我在想说 其实员工 就伙伴他在一起工作 你要把理念带回去 然后你要在店里面去告诉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 支持这个永续的土地的这个关系 我是觉得说 生命的价值它是很不一样的 今天你如果你是做一个面包 但是你跟这个面包没有很多的连结 那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但是你今天跟小农 你把小农的温度带回去 然后跟我们的伙伴一起去沟通 那他们做出来 然后很多顾客的回馈 他们在花洗工作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这是果酱 这个是要沾这个小麦力图沙 你都黑白乱吃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你们讲的话觉得观众没有常常在告诉我的 你怎么到处乱吃 但我告诉你 等一下 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全天然的 我不敢这样到处吃 来 来 我帮你用 我想先说一下 原来有机的玫瑰果酱 乱吃一通 它没有那么浓稠 可是它喝得出来那个玫瑰汁的香味 原来玫瑰它浓缩到里面 它会有点水分在里面 这个玫瑰的香气是这么的自然 它也有很重的精油 非常棒的精油 而且它为什么没有那么焦的感觉 因为一般的果酱可能还放一些什么吉利丁 有没有的 对不对 它几乎 它也许有 但是应该量很少 我们没有放太多 我们没有放什么化学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吃惯了我们的东西 你嘴巴就掉了 对 而且它的甜是不腻的甜 所以你是觉得说我应该要告吐司来吃 对啊 这个 来 我用 它就是 化洗它的东西没有很重的包装 我们可能包装没有很漂亮 但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非常的质朴 你看加上小麦粒吐司 华老师你刚刚说你做花艺嘛 所以其实你的商业模式是教大家 教大家不一定要赚钱 不是啦 我要讲的就是说 像我们做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更多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起支持这样的理念 比如说支持小农的东西 支持我们做出来 因为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利益 才能支持公益嘛 你意思说不要永远在想 他到底能不能赚钱 或多久要获利 在做这件事情 你希望大家为了在地的好 大家都能够来参与 因为我自己可能做了很多年的花艺 那或许真的是赚了钱 但是我又发现说 我赚了钱并没有比我过去还 当然生活会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比较开心 没有比较快乐 所以接触了这个食农的部分 是因为就是有一次的姻缘 那我们在做人文关怀 那当然也包括小农嘛 那我去跟着师傅他们去做这些关怀的时候 我发现小农的东西非常好 那我渐渐的去接触他们这样的生活 再带到我的艺术里面去 我发现艺术它可以用别的去呈现 比如说我可以跟我们的面包师烘焙师沟通说 我带这样的食材 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烘焙的面包蛋糕 可以展现的最美丽的样子 对然后再加上食材又是这么天然 等于是加分在加分 而且藉由这些活动 我们又可以就是帮助小农的生计 或者说我们藉由艺术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关怀 说阿公阿嬷给他给阿公阿嬷插花 然后给小朋友插花 那他们也会有一些感受不同 在生命里面 我有听你的话对不对 在你的右边 对因为我要这边 这边特别好看 让镜头拍一下 让镜头拍一下这一面这一面 没有开玩笑 我现在就是要让你体验这个 只有在我们店里才喝得到 请开始 好 首先你知道就是我们做花艺的那个仪式感很重 很受不了的仪式感 但是仪式感就是说你很珍惜你这一次要喝的这个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玫瑰花叫丹炼 那我要先闻它一下吗 对 有那种恋爱的味道 丹炼 是丹炼喔 对丹炼 丹炼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我 可是我闻这个味道的时候 我发现我开始有一点爱上它了 而那个丹炼的浓度还不知道 可能要反复的闻才知道 我好像也有点益处气息 我觉得你解释蛮好的 我可以退下 那再来呢 再来你就把它放下去 好 然后就你看 因为为什么只有在我们店里才喝得到 因为它里面有新鲜的 可是你如果到外地去就没有办法运送这个新鲜的 所以来我们店里第一道的迎冰的饮料 我都会设计这一款丹炼玫瑰花 然后热水这支鞭 你可以把它冲下去 我今天真的是任两位来宾摆布 对 然后你要慢一点 慢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看着那个玫瑰花慢慢的绽放 是你大哥拍得到吗 可以 好来 对 它会慢慢的绽放 它慢慢的绽放 这个就很像我们之前喝那个莲花茶那种感觉 对对对 只是莲花茶比它玫瑰花更大多 所以我觉得花花老师真的厉害 这样到了过程当中 那个玫瑰花的确慢慢的膨胀起来了 有没有被疗愈到了 有 真的有 我朋友都像我说 我把烘焙做成像插花一样 花艺设计一样 但其实也就是因为你们的艺术气质够 专业度够 才能够研发出这种 让我们一般城市像巴老 能够体验的方式 这样够了吗 还是继续在家 可以再冲 然后你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有没有看到玫瑰花在开 美的冒泡 你看玫瑰花在冒泡 我把它搅拌一下就可以喝了吗 还没要烧的 好的东西都要值得等待 那就等 我再回去跟艺藤兄聊天 好 艺藤兄刚刚我们特别讲到咖啡 对 咖啡杯可以拿回来 这是你的 好 我们刚刚喝咖啡 也让我体验到原来台湾的咖啡 阿拉比卡这么厉害 然后它的咖啡是属于中烘焙左右 而且会回甘 接下来你会告诉大家怎么进行这个食农教育 其实我们到这个农场之后 我们就会把有关我们讲的台湾咖啡 这一段的历史 花一点点时间 让他们知道这个整个脉络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农场 那这个农场 我们是主要想要让他们从一颗种子 我怎么变成你要喝的一杯咖啡 你会教大家 整个所有过程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解完之后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消费者 游客我们去采集这个咖啡豆 采了下来之后 我们必须经过去果皮 经过了一个曝晒 所以这个我们会讲解说 有水洗 有密处理 有日晒处理法的一个咖啡 水洗 密处理 日晒法 应有尽有 这个日晒处理法 就是豆子采下来之后 我们直接太阳底下做曝晒 晒干之后 我们大概要二十二个工作天 大概要含水率 大概降到九到十一趴 那降下来之后 我们才可以储存将近一年 他不会坏掉 对 那所谓的密处理 我们就是把这个咖啡豆剥开之后 当然有机器 剥开之后 他有一层肉 所以我们刚刚吃起来的这个咖啡豆 他本身是甜的 是的 那甜的 对 没错 他是甜的 那所以这个密处理就是他包含了一层肉 这层肉下去直接曝晒 约晒十五个工作天 晒完之后 他就可以储存起来 一样是九到十一趴 那所谓的水洗 处理法就是他必须经过十六个小时的发酵 发酵完了之后 把他的果肉 果胶去清洗干净 洗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曝晒 这个就叫水洗 等于说你们任何不同的制程方式 都会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感受 没错没错 那这个就是半成品 他可以储存将近一年 他不会坏掉 但是我们经过烘焙 要烘焙之前需要做什么 需要再去壳 这里还有一层壳 对 你看 然后里面就是咖啡豆了 他的壳的里面还有一层叫银皮 所以他必须经过去壳 抛光 再分几分大小壳 分完了再把里面的瑕疵豆 用人工去把它挑选出来 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进入到我们的烘焙 OK 对 刚刚烘焙的部分 就是这个器具 整个摄影棚都香的不得了 我们刚刚就是 比如说我们是把这个 这个还没 就是刚经过挑 我们就经过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是用直接的火 直接做烘焙 那烘焙完成之后的这些 在烘焙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们要走教育教学 我们就必须从一颗中子要怎么变一杯咖啡 那烘焙的过程当中 他有分浅烘焙中烘焙深烘焙 所以您知道说浅烘焙的咖啡是会酸还是会苦吗 我不知道 对 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去教育教学 比如说浅烘焙 浅烘焙里面我们就会分成有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那所谓的物理变化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颜色可能是绿色的 那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变这个颜色 因为烘焙过的 所以它叫物理变化 体积它会长大1.8倍 那这个1.8倍也叫物理变化 那所谓的化学变化就是咖啡豆里面有 苹果酸 柠檬酸 绿原酸 有蛋白质 有糖分 那我们经过烘焙之后 它经过高温裂解之后 它会重组 它就产生了什么 花香 果酸 坚果 苛刻 巧克力味 所以你们的食用教育包括有这么多的内容让他们体验 然后体验到后来就喝了那口咖啡 这是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了 在你的产业里面除了咖啡之外 我知道好像你也是疯农对不对 是 是 我们就是像这个咖啡的部分 我们除了说它有果肉果胶 你刚刚吃到是甜的对不对 咖啡醋 对 所以这个所谓的咖啡醋就是用咖啡的果肉跟果胶 葡萄酒 咖啡醋是不是比较少见 咖啡醋 比较 我没有喝过 你也没喝过 真的 那就喝了 这个咖啡醋原则上它就是用什么做的咧 咖啡醋真的很少 没错 今天赚到了 咖啡醋的部分 它本身就是用咖啡的果肉 你刚刚有吃到吗 对 很甜 我们就是利用它的肉把它保留下来跟酒厂合作 那合作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饮品 它果真是第三代咖啡 很多他们有的别人不见得有 对 专业的 对 而且能够像他把咖啡从产地一条龙 一直到后来怎么跟消费者接触 把它延伸出像一整套的学问 可以让大家体验也不容易 对 那你也是啊 因为你有二三十年插花的教学 那这样就透露年纪了 那到后来就喜欢云林 那看到很多云林在地你老家的这些物产 你刚说这是柠檬 广东柠檬 然后这个有洛神 香菇等等的 就结合这个烘焙房 你是客气啊 你说其实你是说了一口 一口好面包 但事实上呢 你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做疗愈 我为什么会到你这边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除了喝咖啡醋之外 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 那么快 还没讲完 还有很多故事 那我们下集再续 再见 不是没有 对啊 喝咖啡醋吗 这是咖啡醋 好 可以试试看 秀玲老师你辛苦了 先喝一口来 咖啡醋吗 要吃醋就对了 你先喝一口 那这刚刚我刚喝的部分我来喝 把它盖起来 把它盖起来 对 你喝看看 其实我知道我们时间实在是不够 对 我知道益恒家除了咖啡专业之外 在丰浓的部分在云林谷坑也是很厉害的 对 就是全国的比赛 我们还曾经拿过我们的头等奖还有特等奖 那所以你应该用他的龙眼蜜做你的那个啊 有啊 我们这边有啊 这边有啊 你看哦 有山 我们有跟华华老师 对 他也是我们的好伙伴 没错 那今天你们合作什么 我们今天合作在这里 有山 我们的饮料 我们的饮料都是用他们的蜂蜜 宁可蜜在一起 所以这个饮料里面就是结合他们的蜂蜜 对 我们会用这个广东柠檬 因为它是酸嘛 然后再加上有山的蜂蜜 然后我们就把它取成宁可蜜在一起 对 就这样子 没错 所以你刚刚要我体验这个丹链玫瑰茶嘛 对啊 它就是香香的 它其实就纯粹是把玫瑰的香气融合在温开水里面 没有任何的负担 很单纯的 很单纯 真的是很单纯 然后那个恋爱的感觉 其实突然之间发散出来了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没有关系 过程美丽就好 但恋就是这个感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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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要很美丽才行 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尾声 你要负责帮我们插花 对 那我就说再见了 舍不得说再见 那易登秀有没有什么 他在跟大家说说的 其实就是我们反正就是 这个都是我们的咖啡 反正就是从一颗种子到一杯咖啡 其实支持台湾自己栽种 自己烘焙的咖啡 可是我想问 其实我以前不太喝咖啡 可是后来我慢慢的知道 我一个礼拜喝个三四杯咖啡是可以的 没错 你怎么建议观众朋友喝咖啡 其实有的人说 我喝咖啡的时候会心悸的部分 那你如果说喝咖啡会心悸 原则上我们在粉水比的时候 我们就是泡淡一点点 你可以选择刚开始的时候喝淡一点 没错 没错 所以你可以 原则上我们刚刚去充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计算 比如说我们用几公克的粉 磨多粗 磨多细 那或者我们的水的温度是几度 那充煮的时间长跟短 这个都会影响到一杯咖啡的风味跟口感 那我到底是要喝酸的咖啡 或者是苦的咖啡 你怎么建议 原则上这个如果我们是烘比较浅的咖啡 那我们就是会喝到它的酸 那如果你烘到了深烘焙 它的果酸花香就会不见了 所以它的苦味会把所有东西都盖掉 所以我们会建议 我们是可以喝到比较浅烘焙的咖啡 带一点点酸 那是它原来的味道 那因为一般人喝咖啡的感受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刚开始经济蛮严重的 有的人可能喝了一天喝了好几杯 一点感觉都没有 去年就要看你自己本身身体的反应 没错 体质的问题 体质的问题 对 我一天大概可以喝五到七杯 都没事喔 没事 但是是分开 分开 没错 不要一次喝这样 华老师音乐响起 对 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说 大家可以来云林玩 让你们吃不完都折走 是 哎呀 这是醋 这是咖啡 它的咖啡醋是温温的 还有加点热水对不对 是 对 对啊 欢迎大家来云林玩 对 姐继续插五花 哈哈 插好了 对 跟她的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